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周一对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公开推文说 你可能不知道武汉卫生委员会在12月31号发布一份公告 在你讲话前请花时间了解情况 奥塔格斯马上回复 12月31号那是台湾首次试着警告世卫组织中共病毒有人传人情况的同一天 中共当局晋升医生直到1月20号都拒绝承认人传人 酿造灾难性的后果 12月31号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一个报道李文亮等八位医生造谣而备受指责的记者廖军 在12月31号的文章中写道 武汉市卫生委员会对外宣布 到目前为止调查尚未发现任何明显的人与人传播 也没有医护人员感染 而在前一天12月30号 李文亮医生因为向同行提醒类似于萨斯的疾病 而被中共警方以散布谣言罪惩治 最后因感染病毒去世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台湾政府也早在去年12月底 就警告世卫组织有关中共病毒 具有人传人风险 而世卫组织却没有把这个警告通知其他国家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于3月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证实了这件事 并表示当时是写了信给中共和WHO 并且还请外管与WHO秘书处官员联系 WHO仅表示收到该信 没有进一步回复 陈时中部长说 根据当时收到的情资 12月30号就已经开始对武汉飞来的班机进行登机检疫 接下来1月2号开设应变中心 1月11号向中共要求去武汉 据陈部长披露的内幕 台湾专家到了武汉后 要求到华南市场以及去医院看病人 当时都遭到拒绝 只被允许去基因坛医院 专家大概在1月14号15号回来 防疫医师在那边虽然没有确实的能够看到病人 我们觉得越不让我们看 我们就觉得越紧张 所以 我们接下来在1月20号就三级开设 1月21号出现一个病例 1月23号准备做二级开设 当天武汉市在半夜决定封城 陈时中部长总结说 当时之所以能够动作看起来很快 是因为从前面的一些情资 我们提高了警觉 到现场去让我们的警惕又更高 欢迎您订阅和分享我们的频道 不要忘了点击小铃铛 及时收到我们新视频的通知哦